前太阳队王格拉洛克 我可以毫不避讳地告诉大家 前太阳最近状态有点差 王格拉洛克最近在天气上排名非常的靠前 排名第五名第六名 竞猜也是已经开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随时来过来看竞猜 有很多的观众都下了前太阳 但我觉得你们这下全太阳的观众真的是太高估全太阳 全太阳最近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在开公交车这件事情 他也在好像在学习 他不是开公交车的呀 你妈的就是对吗 他为什么妈的在开公交车吗 学习啊 王俊东你妈的 他已经拿到那个了 他在找工作不行了 他在解说他为什么要注意找工作吗 哎呀我靠这个 这个你就不懂了 对不对 孙哥你妈的 先找一份 你妈的如果有公交车开 那你妈不是你妈有两份工作的吗 先一份你妈解说的值不挺好的 解说需要多的 我他妈真的 我怀疑你在开车 但是他妈又没有什么证据 我开个毛 他是会 他是有开公交车资格的呀 真的我怀疑你在开车 但是我真没什么证据 孙哥 你妈的 你就想的太多 真的 有观众问我 AMD的处理器好不好用啊 我告诉你们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这个处理器 但是 好像有点断货 就买不到 5950X 非常好用 但是 有点那个 有点断货 不是很好买 但5900X也不错 还便宜一些 我是觉得 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真的不需要买5950那么高端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抽一个海盗船的 680X的机箱 这个机箱非常大 这个也是海盗船提供给我们做抽奖用的 到时候给大家抽 先跟大家说一下 只是一个机箱 对对对就是一个机箱 但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我去查一下 这是海盗船580X 昨天 我跟大家说 这个我昨天重计了一下 那个上次黄哥 抽奖那个天狱 天狱的那个游戏嘛 然后有个哥们 中了750兜的哥们 没有回复 我是给他 我是给你斗鱼留言了 如果你现在在的话 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 留言 然后把这个植物宝账号什么的发给我 然后我我会等到你14号 14号如果说你还没发的话 那我这边就只能当你去弃奖了 对 诶这是580的 我看来就海盗船能够用了 他不要了 毛他不要了 上来这边 双方还是正常开局 他那样投火车 他就是这种战软 现在就是搞这种转小块的战软 对 所以在你估计下来,就会准备了3色, 在这些MEDEVAG在湿上, 便可能会对相机逼高有到处去的。 哦,680X,680X,说错了。 出一个680X的极枣。 卖,我来看卖多少钱。 680X,可能还很大。 卖1899 那么贵 买1899 680X的机箱 你们别说什么空机箱不要 待会抽 抽的时候你们要不要 就这么简单件事 现在妈个机 这种不要 到时候你妈抽的时候 抽的时候妈积极的一憋 都是说不要不要 把机箱大的 你这个散热就好一点 很大我就跟你说 这个机箱真的很大 我卡了 刷一下就好 全太阳是搞了两波 就直接火车下乌脸吗 他是投机箱地雷 投完了之后 直接VA火车下乌脸 好像是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VA马要好 然后不要火车下直接 误一波脸 双线好像是 但他有三级掉 这封物脸我觉得 应该算第二时间的物脸 他们从组一般想不到 这个物脸 这个也是帮你们去 这个对不对 双线看这边防 有毒爆 散一下 散的还可以 但是毒爆好像是跟着这波机枪的 没问题 没问题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这直接变形 家里面也防住了 罗干罗可防的 两个女儿有点烦 这两个女儿有点烦 来了 全这样的骚扰的确还是有点 他两个女儿的话就比较热 他可以点一些火力 这样的话农民还是要杀一点 大个农民 我觉得他官方台马力有点低 这场开完之后 我们去看那个 看那个吧 看那个take tv 我估计会好狠 OK 这样比赛看完 我们就换take tv 罗干纳诺克 我跟你们说 最近真的很厉害 最近他是提高了很多 练得很凶 但是司机体开得好像有点烦 罗干纳诺克 还是被全这样压的 可能压力也有点大 他开得晚的原因 还是因为那两个女儿 搞到那些农民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局面已经 让两个人已经打到一个中期了 晚了一分钟 现在已经不可能说 能够一呼推死了 之后就要看 全这样怎么来防 罗干纳诺克的这个飞龙了 飞龙马上就出来了 飞龙出来之后 直接可以牵引一下 现在对罗干纳诺克来说 就是要迅速的军弹 我觉得全太阳 说起来状态 他打比赛很猛 他只会准备比赛 你不觉得他打比赛 就发挥的特别好 他只会准备比赛 全太阳已经算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实际 这平时你可能感觉到 好像在摸鱼或者怎么样的 天梯打得也不好 全太阳这种最怕就是像 Sero这种 就这种什么都就打得很 你前期如果你搞不到东西 然后你这个局面 不能顺于都过不到中期的话 你就打不来了 全太阳主要是他前期 Sero的这些套路 就是很妖 你想不到他从哪个地方出手 而且他很灵 他也不是说就是 就想好了怎么打就怎么打 飞龙来了 直接装 跑 装船装的还行 但飞龙结翼船兵吗 没接到 我可差一点结翼船兵 但现在这个局面 对Runco来说 还是不是很好打的 因为军坦有点慢 现在被压得太凶了 选将第二波兵推进的时候 你飞龙没有切的空间了 你飞龙切进来 我正面就推了 你怎么办 正面的话 你推过去的时候 刚好一攻一防的 这个狗独暴什么都有了 你这个局面正面不好推 而且军坦齐扑的位置还行 但全内这波威力还是很大 这波威力很大 我觉得Runco可以选择换家 这个架柱要冲开有点难冲了 就换不动吧 这波 你可以换那么多兵啊 你想全内 没有他全不变独暴 他打正面了呀 换不动我 你说他换家 打正面我感觉 Runco要输啊 这个坦克这样架着打 太多了 而且第二波部队 全内已经接上来了 装 妈的我们推了 推了那么久 人家距离感可以啊 他就在这里搞呀 就逼你过来 自动坦克 装 装 好 好坦克加的位置 纵身也很好 这个坦克 早就在换家了 我靠 而且换家就那么点兵 不够不够不够 换不动 现在暴不够不够 哇那么多 他你怕的这是纯太阳吗 不这个他就是用了现在 就是之前那个克莱姆那套战术 这个就是说韩国选手在最近研究了克莱姆的打法之后 就克莱姆赢了Cero赢了雷诺之后 他们全部都在学习克莱姆这个先不挂先不挂挂剑先不冰赢的这个打法 你要换其实早点换对吧 早点就可以换家了 没必要到吹到这个点后再换 对不对吗 换家其实狗太少 独暴是拖一点没错 但是狗太少 龙狗换家 龙狗换家其实最重要的是小狗 倒不是独暴 飞龙其实你只要有个十来条就差不多了 狗的速度高 我真觉得韩国选手也是 现在也换不动 他这个打法机枪很多的 你想想那个克莱姆有多少机枪 他给你打完 他第一波把你压住 然后他再开始挂挂剑 就是韩国选手现在也在学习欧洲选手的打法 只要你只要你赢 挂的是科技挂剑 然后他直接铲光头了 对呀 这个就是我压住你了之后我就铲光头呀 就我说韩国选手现在在学欧洲选手的打法 也算是放下韩国选手的那种自尊的吧 他以前不学的呀 以前韩国选手从来不学欧洲选手打法 只有这个 只有那个学的 只有那个叫谁呀 兵太多了 只有梭拉学 其他人都不学欧洲选手打法 这样耗下去的话 罗格纳洛克是耗不过群战阳的 但是呢 罗格纳洛克现在飞龙一定要去切群战家里 你飞龙不能停下来 你飞龙机停下来的话 群战阳的部队就直接A你家了 就直接推过来 他们说这是韩国人发明的打法 以前挂三个双倍的 韩国人以前是上来八兵营就挂挂剑的 没有人用这样的进攻节奏的 只有克莱姆是最早用的 用了之后开始 去年的时候他就在用 给塞尔很大压力 但是打不穿 今年打穿了之后 然后其他的选手 他开始在模仿的 最早你还记得李平南阿里切都说这个打法没用 最早的时候李平南说这个打法没有用 什么什么 克莱姆暴飞龙 是因为我这样挂 现在虽然罗格纳洛克把冰爆起来 但是他冰坛没了 全他现在节奏慢下来了 我觉得有点 稍微有点慢下来 飞龙机 鸟哥天天用 那鸟哥用没用呀 鸟哥实力不被认可呀 鸟哥就算他发明了一万种打法 都没有人会说是他发明 鸟哥还是有点实力的 不是 我说从发明打法这个角度来说 就没有人会承认是他发明的 那倒是 他没有发明打法那个实力 王哥是 那我跟你们说 这个两船兵那个套路 你妈是蒙斯克发明的 那有人会认为是蒙斯克发明的吗 都说是逼运用的好 逼运打的好 逼运把这个打法用出来的 没有人会承认他的 因为你实力不够 就是那么 就那么简单件事 黄哥你妈苦心发明的九阳神钩 也没用啊 也没有人会认可你 一个道理的 要说发明打法 你妈哥曾经也发明过 你妈随心所欲 因为你妈的版本变迁了 打不了了 这个单身 分坑6也一样的 也没有认为 没有人会认为是 麦克尔赛特发明的 对不对吗 只有我们国内的玩家 你可以说是 麦克尔赛特发明的分坑6 你到了一些欧洲类的地方去 你妈的就麦克尔赛特辟起 然后就完了 你妈的没有人会认为 他是一个 对吗 他妈的就指欧洲选手 欧洲那边就只会 只会说麦克尔赛特是个币区 然后你妈的不会说是 不会说这个打法是他发明的 就那么简单一件事 飞哪边哪边就没了 飞到你死了 好上来 这个包还很有趣 这个包机有点气势的 全太阳这正面还是不够阴呢 有点软有点软 真的不够阴呢 这个正面 卡莱姆如果打这波 是边退边甩边打的 他全家要是直接 直接往后面拉的 好了 不管他一定要一波打你打死 但这一波有点过来 阳格纳洛克冲不下来 这个地雷有点凶 那阳格纳洛克有点实际 他全体还是优势啊 原来三攻三防那么当然优势啊 还是优势 全体上尽力好 阳格纳洛克就算被压成这样 他的兵还是能够抱得那么多 这个兵抱得出来还是厉害 有点实力 就正面他是很强的 运出击 吃运出击 但狗是不是损失有点太大了 没事没事 运出击失掉 我靠 散开 我觉得狗损失有点太大了 左边又来一球了 你打不过 我说全体上就这样换你 换着换着你就死了 你全体上矿越打越多 换着换着就换死了 这矿要被打掉了 你这样来回 来回在地图上逛街 你肯定要中足暴的呀 换着换着换着 他打掉冷静一下 别冲了呀 无所谓了 这个全体上随便换了 这个只要全体上不出现 什么重大的超重大失误 这个就换着换着 然后跟狗克就没钱了 怎么出现超重大失误 他有光头的 这种容图率高很多的 出现不了重大失误这样 没了这 还有你妈防空在这里捣我 他还有前期优势 是啊前期优势一直滚雪球 左右滚 然后跟狼克就是 我觉得他那波冲的时候 狗真的送太多了 为了吃了点 这叫乱 不全太阳正面真的比 你那些顶尖人组 就到他这个水平的人 相对来说还是软一些的 或者你们对于软这件事情 你们要对比 我的意思是他的 他的对比的人是 比如说是那些 最底尖的人组选手里面 他算正面相对来说软一点 oh yeah and a very good start there too and you know if you're from ragnarok's position that had to be frustrating because he threw everything at him right like you were saying he's going but这个都是相对的 what is this he's reactor barracks okay it's a marine dropped with some hellions but it's not like a big committed thing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n the hellions come and you're like oh okay 比孙哥硬了 拿比孙哥硬了 那你妈的 哎 他首先他的冰多的吗 就硬了好不好 他那冰爆了那么多 当然比我硬了 我靠老子爆不出那么多冰的 我也硬不了 硬不起来 什么硬吧 你告诉我 怎么怎么个硬法 吃 he just didn't make him for the banshees he made him for medivacs medivacs slash whatever comes right it's like i'm kind of confused sports and but i'm going to position them accordingly to what i think you have right to try to so now 其实首先你 你正面要硬一点的话 首先一点是你要 你要有那个 你要有这个冰 才能够打正面 就感觉正面很刚 牛子牛子哥是真的有点硬 牛子哥正面有点有点下人 他这个比赛是 bong的一个小子 今天我们有的拨了 兄弟们不要晃啊 今天 反正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按接收的这种打法 就是五个拨三 五个拨三接收大概要打三个小时 拨五啊拨五啊拨五啊拨三吧 哎我上次他那个选拨 啊拨三拨三呀你妈的你这是啥我靠 看错了 五个拨五你是不要韩国人死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没什么不好的 五个拨三 然后大概要打三四个小时吧 估计要打 三个都要是三个都要是要的 晚上十一点才要打到晚上三点钟左右吧 而且呃 这个比赛小组赛的话实力是差不多 哎这个小组赛已经就是顶级选手对抗了 而且哎你说他妈的李佩南说韩国人不重视 你妈你看今天打的这个样子你看重不重视 重视重视重视 毕竟毕竟贯奖金还是 都那么扯淡的什么韩国选手不重视 老子还不信他的 是不是吗 个别选手 不可能不重视的 首先奖金在那里积分在那里要不来 是不是吗 第一名也有一万多美金呢 第一名有一万两千五百美金 不可能不打的呀 没错 进去就有一千五百美金 就这十六个人最差也有一千五百美金的 你多打 你你往上走两名 就是说你你九到十 小组的最后一名是一千五百美金 就是你上来打最后一名就是一千五百美金 你小组的第二名 第三名 有两千美金 然后你只要进八强就有三千两百五十美金 对不对 进四强有五千美金 把冠军有一万两千五百美金 为什么不好好打 你那钱到位都可以打 是的 我随便 我就打好一场 我只要赢一场 我就有多五百美金 怎么可能不好好打 对不对吗 你想全太阳你妈开几个月公交才能开五百美金 这你妈开几个月公交开五百美金 你妈怎么过来黄哥 还一万美金 公交车司机我觉得在韩国应该也算是一个 不不不一万美金肯定要开几个月了 一万美金是吗 那那我觉得一般来说的话 韩国的话你公交车司机 看看三千美金三千美金一个月 两千美金三千美金一个月 两千两千到三千美金一个月 妈的爱快三个月了 开四个月了快 我觉得公交车司机应该应该提那个 right it's like it's almost like baiting into an all-in 这很烦呀我靠 and then not getting it because because Ragnarok is not doing it it seems like Ragnarok is intent on taking this turn and look at ty with his 两千美金到三千美金一个月 我们说的是韩国的收入 他们可能收入高一些嘛 对对对对 对不对吗 这个韩国消费也高一些 我说的是韩国的这边的收入 差不多两千美两千多美金 平时要的 那首先开公交车这件事情 就需要一定的技能 这种这种事情的功能 都不是每个人上来我都能开的 而且你妈的全台阳长这个样子 又那么年轻 稍微你妈的形象搞好一点 还可能成为他们你妈的 他们那种韩国公交车司机的那种 公交机器 他只是拿了公交的那个 你妈的驾照你 他妈不要天天黑他是开公交的 那个Faker不也刚拿了那个驾照吗 都一样嘛 大家都公交车司机 是农航是吧 对啊 趁 knowing what we know it's such a good start oh 他得把自己农民捕了 to kind of spend his money he's gone into overlord speed which is the kind of investment that you maybe want in the long run but right away 好了双方都侦查了一下 全台阳又是被又是火车响 他这个火车响 又是 他这个火车还是有点快的 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直接 要投大概五六个枪兵 然后直接火车下一步 TY with a fantastic position so far 他为什么那么不相信 防卡洛克这个防守能力呢 现在的顶级重俗 对于火车侠这个战术来说 是不会吃的 因为前击女王都很多的 而且女王操作比较好 女王是防一切的 对 女王是防一切的单位 哼哼 五个女王可以防二十个许 当然防一许 三个女王可以防七八认刀 都是没错 妈的五个女王可以防二十个许 随便防 二次侦查 这个打得很细致 I like it I mean look at Ragnarok he's only three workers I had two workers I had two workers ahead of TY at this point 枪兵他投下来 四个枪兵 独暴来了 你这个你再怎么散都不可能散得过来 有独暴就没事 随便怎么能当 看这个局面 我又想起了李平台上次 你妈就差那么一秒钟 然后直接独暴变好 独暴变出来了 他没了 这种没有意义的 这个波打完之后 全力量很灰啊 等等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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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他后面还接了兵 继续在杀农民 看能杀几个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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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软格诺克跑得也快 跑得也快 那全量亏了 全量亏了 还亏了 这个软格诺克已经算七个农民 后面还在补十个 哎 十个农民 还是我觉得还是全量亏了 亏了呀 还是亏了全量 哎呀死了 这波其实如果 如果全量亏了 就不打到 我觉得要打到更多的东西了 十个农民是可以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说再能杀几个女王的话 那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了 嗯 但全量亏了 打法 有点偷经济哦 四框都甩出去了 他打法很强 他不需要投雷 他直接投雷 然后直接偷四框 对他投雷的狗屁 对他投雷的狗屁 这个有点投了 真心有点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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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地先甩出去 别说家 你能拿来怎么办嘛 关键 就是投地雷的时候你 这波投地雷 瑞克拉哥 associate encima of all these mines betraying your độc 全带阳是打到了瑞克拉哥究竟 in the previous game 对 因为Runcadok没有出那个 没有出任何对空的东西 这个是他的问题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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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你妈头咋了 完了Runcadok忍不了了 他买屁 这种冲突绝逼这样想的 你妈个接 老子他妈给你拼的 然后上去再中科雷 你妈的这个时候直接拍键盘 你是不是 这你妈要拍键盘了 黄哥我告诉你 你妈妈个鸡面如死灰 一定要干你 这一波冲冰冲的面如死灰 我跟你说 他已经脸上在变独暴 他已经按满了 你妈的 你妈都得死 让你投了冲冲 都得死 哎你们可以啊 我死你 打赢了 打赢了 赢了 这个已经赢了 让你偷 让你投 你妈个气 让你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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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炸了 Runcadok忍不了了 你妈个气 他的确是有一岁的 的确是有点过了 炸别人 农民还开四几米 这个绝对你妈气大了 你妈Runcadok刚才 是的呀 他那坏了 谁谁都会不爽的呀 对吧 气差了 哈哈 我感觉刚才Runcadok 绝对是面如死灰 冲了一波 不取内 真是太偷了 他这个打法真的是 不他不开四几地 其实不会被冲死的 对 他不开四几地 早点把兵抱起来 就没问题 有点 什么一比一就休息 他们是不是忍了 打的有点快 他们是不是想拖死韩国人吗 一比一休息 哼 哎这妈韩国已经晚上十二点 十二点半了 他们一比一开始休息 感谢酋佬 现在我追不到LT的一个飞机 还有这个兄弟的五个半卡 感谢兄弟们 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就他们十点钟开始 其实已经 十点四十五开的 就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就原定计划十点钟开始 对于亚洲的选手来说 已经稍微晚了一点 他九点钟开比较好 已经比较友好了好吗 黄哥 他们到十二点开的那个字 就是最过分的 对不对吗 你预测一下黄哥 五个选手 有几个选手能突破重围 有几个选手能突破重围 黄哥 啊 有几个选手能突破重围 欧美的吗 我觉得有三个吧 三个 三个 反正雷诺跟Sero应该是能够小组出现的 克莱姆不好说 那其他两个呢 没考虑过呢 Hero Marine就算了啊 是不是就没考虑过 这两个算了 这两个真的算了 这两个应该出不了 Show Time可能还有点机会 那Hero Marine是真出不了 是真出不了 Show Time可能还有点机会 这今天就 我觉得就看一下 克莱姆的这个发挥怎么样 克莱姆第二场要对Zest 我说克莱姆 他如果能够 比如说 软干道克把全太阳干了 他如果把Zest干了 他就出现了 对 对不对吗 他如果下去打TVT 打全太阳 他或者再打一次Zest 他可能就没了 那对 他TVT前两天又被场卫干了 然后又被QR干了 他的TVT是他最弱的对抗 河马最近不是很厉害 河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强 我们也不要说河马不如 刘子哥我就告诉你们 刘子哥其实现在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一定的 但是到了 还是有点水平在 刘子哥 对 我们也不要 老是看不起 看不起刘子哥 是的呀 刘子哥打的真的还可以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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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是不是傻 为什么一定要用YY呢 我们两个QQ连不就好了吗 我都已经这样了 YY的声音还是一段一段的 OK那我QQ脸 我们QQ脸吧 但你说点你想过一件事了没有 什么 你亲戚待会会不会说你 QQ脸是单独脸的呀 是不是 来嘛 这是主要的声音一段一段的 我亲戚去教他女儿读书去了 好了这边已经 喂 松哥 我来了 好多了好多了就是 YY主要我们不是会员 他给的就是那个声音 对他声音会有会有会有些变化 就是就是码率很低 OK 直接什么情况 直接这个是什么12D 不是12D 漫狗开吧 漫狗开 漫狗开他怕拳单狼野兵已经 他叫他女儿读书去了 他女儿有点厉害的呀 现在读书 靠自己去考了一个什么 考了一个什么学校 反正整个上海只能考进30个人的学校 很有实力的 反正蛮有实力的 一个英语的一个什么培训班 然后整个上海每年只收30个人 然后他女儿靠实力考进去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 反正我看不懂 没有没有就纯靠实力考进去的 纯靠实力考进去的 他本来英文就是 本来英文 小时候就在荷兰读的 读的幼儿园和学前班什么的 本来英文这方面就有优势 回来又挺努力的 那不在英文这个上面就有优势 这很正常的 你从小在国外长大 你慢点英文也会 很多SCVs die because you know you just killed all the drones basically throughout the entire game so I was like 狗状回来了呀 这没有没有任何机会 陈奈阳这个把控的有点好 like a fully functioning third well you know that's really not that bad like as technically 阳哥洛克推了 这才去 trade workers for like big gains like that or big defense because you're the you're the least limited by your workers and these early lings already 干扰一下 ragnarok 只能说干扰了一下二次体 because let's face it 不过人主选手干扰 上面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肌力又没打退又没干嘛 quite a bit later and I think he was hoping yeah the same time 接三三开了 三阶级开了 so i'm not sure i still i still don't hate ty's position but definitely definitely at least the ragnar are getting something for his investment in spite of the reaper's name back 三分十四秒 三几地放下去 that's an interesting thing to bring up as well because it's like what kinds of aggression do you want to go for any game of starcraft and against ty it's never gonna it should never be easy to kill him i really didn't think he was gonna die 蟑螂一波啊 but like he's going for this and you i see you're 連招哦 and he's got the roach warren building 这个蟑螂一波 两气蟑螂一拳 打了再说 working on that natural command center 他 immediately started a third 但全太阳有可能 i oh 认识不到了 认识不到了 tent at什么 有感觉吗 出女妖了 出女妖了 打全太阳 千万不能出这种蟑螂一波 因为全太阳这个选手 它很喜欢出女妖 but yeah i was going to say from tanks i mean roaches kind of make sense in the sense that they can get into the natural in spite of there being a tank on the high ground 止到 there being a tank 我感觉罗安格拉洛克没了 人在他去看一眼 世界很好 其实我觉得真的如果看到这个蟑螂塔 说不定罗安格拉洛克还会退一步 现在没看到他绝逼往死里按了 对不对吗 女妖直接撞到了怎么办 没事女妖看到就行 我看到了 你还能破我直接飞至地了呀 全天洋不用响了 有的打了 他觉得他觉得可以走 然后按农民了已经按农民了 我可差点没看到了 然后就尴尬了 这个女妖输出太高了 在上面 狗也不去了就绕在外面 怎么说呢 亏呢肯定还是罗安格拉洛克 毕竟他现在科技上是落太多了 这肯定是他亏了 就是说 看他怎么运营回来吧 至少冰也没死态度 也不是说一波冰出去就把冰送光了 那只要是 主要气亏太多了 这气全部用在蟑螂上面 科技就很慢 你这么慢的二本的话 一般来说就比如说一攻一防一 我这棵这种原因是一种小的 这种其实可以分线把比赛加重场的 要让你们看一我们的蟑螂 就能看一看 肯定大人会召唤了 The banshee 也不可能 The banshee 已经被返给了两个零 但这些问题 就是只能带上去 更多的资源 在试图就看了 除了 我和你 hacen 能通过黄土农民 然后用经济去拖这个 暴女皇 但是我觉得 在我看来有点不太壮大 他这个军坦实在太慢了 这样的一个军坦 待会儿第一波全量推过来的时候 你这个军坦能到哪 半场都到了 而且他四框都没开 他一攻一防博弈上了 选择了一攻一防蟑螂 这个劣势一攻一防蟑螂 这个一攻一防蟑螂 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独暴槽也下了 这种局面一般Duck就会选择 蟑螂火蟑螂再狗独暴 然后改善虫拖地刺什么的 这个用一攻一防蟑螂 没啥用 首先你还要把军坦扑起来 第一波从上面推 上面去压军坦 你妈的都12号了还没有去兵役吧 这个比赛打完估计就要去了吧 就这个比赛就卡根巴本的最后一个比赛了 他不可能拖到2月份的 对他1月份是兵役 估计就是这个比赛打完 18号去刚好 下周一打完 他跟巴本刚好 下周一兵役 怎么说呢 也算是一代消息 对不对吗 职业生涯也相当成功 总感觉呢 就有点惋惜 是不是吧 怎么办呢 关键是他们又不是打不动 他们是时间到了 这才是最尴尬的好不好 是的呀 两个人那么那么猛 现在巴本跟Zest 时间到了 你妈了个鸡 你妈50亿到我可 真的妈50亿到 靠扎火来托 但问题是你扎火 扎完之后 你的部队是什么 你还不只有 蟑螂火蟑螂带狗嘱巴 这个蟑螂火蟑螂带狗嘱巴 被这样坦个架的 你怎么打得了 我大胆宣布 这盘拳太阳已经赢了 2比1 你就不怕拳太阳正面软一下吗 不可能不可能 软不了 这个软不了 他空头了 你不好说 我上面纯机敲上去 也有点凶哦 直接点三本吧 点不了 三本点不了 打农民 蟑螂已经到了 走啊 那怎么办吧 走啊 对面再慢慢往前 坦克再往前架一步 架到这个位置就难受了 阮哥诺克这个基地 说不定要放 这基地 他有火的话 还可以稍微拖一拖 他应该是要把蟑螂集中起来 要去硬顶这个地方 不过拳太阳说实话 他机身扎的也还是有点多了 扎阵 这位置拳太阳有点 刚刚没有视野 还好没有视野 不然的话 这坦克全倒 但这个坦克很 这还能冲吗 Ragnarok 你妈可是他这样冲的啊 这冲的开吗 不是 全太阳正面软也没那么软吧 对呀 这妈的这怎么冲的开啊 没理由冲的开的呀 哎 全太阳卡住这个位置 Ragnarok 冲不动了 2 of them on the high ground and those cats I think those might Ragnarok 冲不开的这个位置 只能放 他应该先把高台的两个坦克解决掉 但现在已经晚了 全体很注意保护这个坦克 他是不是应该先把高台的两个坦克解决掉 这两个坦克太猥琐了 现在变点火蟑螂找机会把高台坦克砸了 他真的 好了 好了又被点了眼床 打个锚 他很注意保护这两个坦克 在头一波上 这时间点其实对重塑压力是特别大 输了这个 已经输了 已经输了 打到这个局面 这个基地他没放就已经是输了 抢手守不住的 现在放 现在放已经晚了 对 要放刚才 右边再来 边推边点 全弹只要收一拳 把兵盒 盒满就好了 他其实早点放这个基地 不会被打得那么伤的 只要有个退的空间 你早点放 放掉之后 那群团盒如果这样推不到 下面全部都是比较开阔的这个地段 对 现在还等三攻三防 他还不着急 这位置架住太难说了 那没办法的 你军坛插吗 你是看不到的 下面继续放呀 那怎么办 上面两边框就开 这个框必放 现在你这边框放了 上面两边框一起开 然后把军坛先补上去 下面拖多时间 这把这种冲出去就没了 冲的这个东西 他也没办法 冲出去就急急了 他也没办法 他就该在这里拖 然后上面两片框一起开 然后赶紧补军坛上面 值得那么大 然后等科技 他在等科技 像地磁啊 这些都快出来了 对不对吗 他几个说的就拖 我靠 我靠后面 不是吧 我靠开了 你妈 你这种都能冲得开 上面来了 上面来了 我惊了 上面基地打掉了 还大力 还大力 他又第一次拖不住 来嘛 来嘛 小狗根本就不怕 咬不动小狗 拖不住 拖不住了 下面再推一波 两千推一推就推死 第一次 能不能拖 强音赛了 这个可以赛了 可以赛了 强音赛 拖不住了 速埋也没有 他如果刚才的第四不是往前 埋他五个第四就埋在那个矿旁边 有射程的 他这次 可能还能拖一会儿 这个2比1 全量还是厉害 还是厉害 让他占了优势 这种比赛就是很稳定的能拿下来 or2比4的